近日 朴草娥与绯闻男友李希震代表 上个月一起从日本返回韩国的现场照遭到曝光 让两人的绯闻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另外22日晚 草娥发表印词 表示自己因失眠和抑郁决定退出AOA 但所属社FNC表示 目前还在和草娥进行协商中 退队还没有定论 会在商讨后决定最终去留问题 随后23日 朴草娥又通过印词发表回应称 我没有怀孕 也没有堕胎 也不是为了结婚而退队 新闻报道里描写的好像是我跟李代表单独出去旅游了 事实上这是我跟姐妹们第一次的海外旅游 不会日语的我 但了解观光地的方面有许多困难 所以咨询了从三年前开始就认识的李代表